我国去年的旅游收益超出预期达到272亿元 几乎追凭疫情水平 为吸引更多旅客政府将制定2040年旅游长期策略 并在本地打造国际水平的健康养生景点 记者图建墙报道 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 在常年旅游大会上透露 今年到访的国际旅客达到疫情前九成水平 来自中国的访客也恢复了八成 今年全年预计将迎来1500万到1650万名旅客 可带来超过275亿元的收益 为了确保本地旅游业保持竞争力 当局将在南部海岸开发世界级的康养景点 与新加坡的新加坡旅游与新加坡旅游与新加坡旅游与新加坡旅游业 旅游与新加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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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旅游计划 旅游局将和三家学院合作 提供更紧凑的导游培训课程 吸引更多人加入旅游业 很多人其实很想加入这个导游行业 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把这个课程从原本的7到12个月 缩短到大概10个月 就是兼职的课程 旅游局也会在今年推出 旅游领导培训计划 提高旅游业领导的技能 应对未来挑战